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若发现中国种植大麻 韩长复依然可以说 我们一查他们在加拿大和乌拉圭都有种植许可 为什么崔永元这么说呢 因为他指出中国土地上发现了烂种的转基因作物 韩长复却笑呵呵的说 我们一查他们在国外都有安全证书 10月18号黑龙江省机关报黑龙江日报 刊发了非转基因大豆的坚守者 访原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宇一文 里面指出转基因大豆不安全 并获得中国顶尖科学医学军事医学研究机构的认可 王小宇在文中说 黑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 根据该条例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 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 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 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 尽情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 10月19号由中国国家科委、中国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联合创办的科学日报 砍发非转基因大豆报道严重失实文章批驳黑龙江日报的文章 由此拉开了两家报纸的口水战 对于热衷调查转基因事件的村元也在微博站队 批科技日报是无良媒体天天夸转基因时评好 自2013年开始崔永元卷入了转基因的争论 2013年崔永元自费万余元赴美国调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 有网友戏称怼天怼地的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才是他最重要的目标 其余的都是过客 所以看来这次小崔是怼回他的人生大方向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